省油环保静音的好处 让现在越来越多人是喜欢开电动车 但是如果我们想在社区的停车场装充电装 却常常是让很多车主头痛的难题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要通过管委会的同意才能装 但是因为管线的安全还有管理问题 往往都会引发居民的反弹 那其实在新竹就有个案例 有一位零星的车主 他在2019年3月的时候 买下了特斯拉的电动车 接着4月他就在社区的地下一楼 个人的停车位的后方 请厂商帮他来装这个充电桩 那其实他经过检测都很安全 那他也有投保产物线 甚至这个充电桩也是接到他家自己的电表 没有用到社区其他人的电 但是社区的住户还是很担心 高压电流一旦遇到品质不良 或是装饰的问题 就很有可能出现电线走火 到时候整栋大楼都出现火警的状况 那加上这位零星的车主 他在安装充电桩之前 他并没有取得各个住户的同意 导致他被管委会提告要求拆除 那最后这个车主只能到附近的充电站来充电了 这就成为了全台首例拆除充电桩的判决 那另外其实在领口的蓝信车主 他住的大楼今年是完工大概15年左右 那有八成的住户都是特斯拉车主 那虽然说这个区全会已经点头了 说他可以设置充电桩 但是管委会还是担心这个管线安全 还有施工的品质问题 因此除了现有的五个大供电的车格之外 超过25名的住户不断的在申请设置充电桩 都迟迟没有下文 真的是令人非常无奈 但是电动车就是环保的新趋势 因此台北市府也为了鼓励民众买电动车祭出了补助 在2019年7月1号之前 只要取得建造的职责 成立管委会的台北市的公寓大厦 就可以新增这个可以补助电动车的充电设施安装的项目 那也就是说如果管委会替社区安装这个充电设备 你就可以获得最高49%的总经费补助 那它的上限也是10到20万元左右 那就是要来鼓励大家多多开电动车 那这其实也是因为台湾的目标 在2040年要禁止贩售燃油车 因此电动车一定要越来越多人开 因此按照这个进度 台湾也订出了2030年的电动汽车在市场的销售率 它必须要达到30% 那到2035年更要提升到60%这么多 等于是接下来至少三年后 也就是现在开始算2025年 要达到25万座充电桩才有办法 以上就是这节的推博内容 请订阅 按赞 分享 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即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 打赏 订阅 频速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